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四百七十集 不妙 林婉容急忙缩回了手 抬起头来望时 只见站在面前翘脸通红 气得苏兄都在颤抖的正是萧家夫人 她左手边站着玉霜 玉若姐妹 右手正拉着秦仙儿 三个女子都瞪大了眼睛望她 二小姐神情紧张焦虑 仙儿促瞎般似笑非笑 大小姐却握紧了小拳头 怒目而视 看那样子 一旦她给不出个合理的解释 便要好生收拾她 林婉容顿时寒毛倒数 奶奶的 摆了乌龙不要紧 但也别被人抓个现形啊 面前那一个是老婆 还有两个是准老婆 这下乱子大了 大家都在啊 她急忙打了个哈哈 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眼珠却咕溜溜乱转 头脑飞速运转 其实我真是故意与大家开个玩笑的 她舔着脸皮望着小夫人笑道 夫人 你真是青春角力 与仙儿站在一起 就像嫡亲的姐妹一般 我第一眼见着的时候 真是分不出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了 貌美开个玩笑 夫人可不要见怪哦 要怪 也只能怪你太年轻美貌了 二小姐轻轻拍了拍苏兄 微吐口香气 娇笑道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坏人 下次可不要再这般玩笑了 叫外人听去 岂不是闹出大笑话 不过嘛 娘亲本来就是美丽 你赞得也不错 是不是啊 娘亲 她撒着娇 抱住萧夫人的胳膊 英声艳语 萧夫人笑不得哭不得 一根青葱玉纸点在她额头上 怜惜叹道 鬼丫头 胡说些什么 你真是玩笑的 萧玉若精明强干 可不像二小姐那般好骗 她狐疑地望了林三一眼 脸上满是不信的神色 嘿 玩笑 当然是玩笑 林婉容急忙举起右手 我指天发誓 我经常与夫人开些这样的玩笑 大小姐不信 可以亲自问问夫人啊 娘亲 大小姐顿了一顿 这事事关母亲的清明 她一个做女儿的还真不好开口 玉若迟疑了半晌才小声道 她 她可还老实 你几时听说林三老实过呀 萧夫人吃了亏 却诉不得苦 见林三紧张兮兮兮地望着自己 眼巴巴的神情显得甚是可怜 她心中火头暗起 哼了一声道 老实嘛 倒算不上 什么 听母亲这么一说 大小姐顿时留眉刀树气的翘脸通红 指着林婉容道 什么 你 你怎么可以 林婉容唧唧白首 冤婉 我可没做过什么舍不舍的事情 大小姐 你可要相信我的人品啊 夫人 你靠想好了再说 会死人的 我越是知道你的人品就越不放心 有娘亲说话 你还能怎么否认啊 大小姐恨恨咬牙 小拳头握得紧紧 泪珠便要落下来 二小姐见姐姐与林三急了起来 忙一闪身 挡在林婉容身前 伸开玉壁护住她便接道 娘亲 姐姐 坏人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好人 你们可莫要误会了她 什么叫信任 什么叫做患难见真情 感动啊 林婉容替玲交加 见林三低头泱泱 大有沦为千夫所指之事 萧夫人心里一阵儿跨意 能整治着林三一次 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她这些时日所受的委屈 仿佛也消散了许多 林三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 萧夫人淡淡一笑 拉住玉弱颤抖的玉手 她在别人面前何曾老实过 不过嘛 在我的面前还算规矩 夫人这一句话真是救命的吉时语啊 林婉容偷看萧夫人 只见她眼里射出冷冷的怒火 夹杂着些莫名的笑意 仿佛抓住了林三痛脚一般 林婉容头皮发麻 忙低下头却不敢再看 娘亲 你怎的不早说啊 大小姐长长地松了口气 抹了泪珠 气中带笑 我知道 她这个人啊 在别人面前虽不太老实 但是在您的面前还是有些规矩的 萧夫人苦笑难言 这两个女儿终究是许了人家的 还未过门便都向着她说话了 规矩还是要讲一些的 见林三似乎低头认罪伏法的样子 萧夫人凄凉的心境总算稍稍好转 叹了口气 拉住玉弱的小手 又将二小姐牵了过来 压低声音道 她便是个无法无天的性子 你们两个可莫要太宠着了 否则这辈子必要被她骑在身上作威作福 两位小姐急忙恩了一声 谨遵母亲的教导 相公 你笑什么 秦仙儿一直便在冷眼旁观 将众人言行神色一一看在眼里 见林婉容低着头的样子便微笑道 我哪里是笑了 我是在为夫人的人爱而感动啊 林婉容抬起头来 脸上已经换了一副感激的表情 秦仙儿与她是合二为一的夫妻 哪会不知她变脸的本事 文言轻轻一笑 见那边母女三人说着贴己话 便凑在林婉容耳边 娇笑了一声 相公 你是不是对夫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怎么可能呢 林婉容忙压低了声音 拉住她手 仙儿 我的人品你还不相信吧 我怎么会做出那种禽兽的事情呢 就算我肯 夫人也不肯呢 以后可千万不要在大小姐和玉霜面前提起此事了 后果很严重呢 仙儿嗷了一声 上上下下打量她 脸上的神色不清不楚 看不明白是个什么心思 这是什么意思呀 不相信我吗 成信可是我的一身之本 林婉容被她瞧得浑身不自在 老脸也震震的发红 忍不住神色一恶 狠狠道 仙儿 你先去洗白白 待会儿 我们一起结果 秦仙儿惊了一声 像被拿住了命门般 脸色刹那飞红 急急捂住美丽的俏脸 英明了一声 垂下针手 再不敢言语 大小姐与母亲轻言了两句 见林三儿也不知与秦仙儿调笑什么 叫秦小姐面红耳赤 四十三月盛开的桃花般美艳 她横了一声 缓缓走过去 望着林三儿 卫言脸先红 沉默半赏才低头轻声道 你还在怪我吗 我给你赔个不是 方才是我冤枉了你了 叫你受了委屈 萧玉若容颜颜俏丽脸色飞红 道歉时头都要垂到胸前 机要抵住那丰满的玉乳 林婉容看得销魂 急急吞了口口水 白手道 不远不远 一点也不远 这是她的心里话 大小姐哪能知晓 还到她心怀如此豁达 温和点了点头 袖中呼得滑出一柄利器 柔声道 你瞧 这是什么 锋利的匕首在院中微弱的灯火中 闪耀着耀眼的黄光 林婉容心中已经顿时想起了 在金灵时 大小姐便与玉霜各执了一把匕首 用作防身 她这时候拿出来是干什么呀 她不动声色地向萧玉若手中摸去 缠笑道 大小姐 女孩子还是拿袖花针稳妥一些 这些刀啊枪的不适合你们 还是暂时交给我保管吧 大小姐玉手一转 躲过她手势 情横了一身 这是与我护身用的 我们女儿家的清白 比那性命还要重要 若是有人敢欺负我娘亲 敢在她面前不老实 我就 你就怎么样 林婉容惊了一下 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 大小姐牙齿一咬 面色潮红 小手猛地向下一挥 神情甚是坚决 我看 林婉容心惊胆颤 不自觉道 看哪里啊 萧玉若脸颊冰若寒霜 冷冷一笑 哪里作恶 我就看哪里 不会吧 林婉容下意识地互助 关键部位小神道 大小姐 用得着这么狠吗 消欲若呼的 妩媚一笑 细滑的香腮 染上两抹烟红 吹痰可破的粉脸 滑若凝枝 樱桃小口鲜艳欲滴 奄然笑道 又不是你作恶 你怕个什么 她这一笑 如百花绽放 曲线婀娜美妙 血腿鲜华修长 盈盈细腰不足一卧 青纱裸裙 遮不住 令人瑕疵无限 大小姐这是软硬兼尸啊 不过这般风情的大小姐 林婉容还极少见过 她偷偷抹了抹额头冷汗 眼光落在萧玉若身上 无论如何也收不回来 干笑了一时 那是那是 我很少做坏事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见她那要吃人的目光 萧玉若又羞又喜 就知道这坏匹子喜欢这一套 难怪秦仙儿对她施手段 一拿一个准 她虽与秦仙儿交好了 但似他们这般杰出的女子 怎肯落人下风 暗中较劲 自是难免 你这是怎么了 在哪里受的伤啊 林婉容抬起头来 色眯眯的目光落在萧玉若身上 大小姐这才看清她额头全貌 大吃了一惊 玉霜也啊了一声 急急拥到她身边 连萧夫人也扫她几眼 饮有一丝观气 院子里灯光浑暗 仙儿方才站在她身边说话 并未仔细打量 此时闻大小姐所言 忙转过身来看她的头 顿时心中痛楚 怒道 相公 是谁伤了你 我去杀了她 仙儿这丫头可是说到就做到的 要让她杀了徐志晴 那就什么都玩完了 林婉容怎能说实话 忙碌上额头支支吾吾的 好 没什么 走路的事 一不小心 被假山撞了 仙儿几人看得心疼 三人六手 一起在她额头按摩 香甜嫩滑的感觉 叫林婉容心里搔痒 只后悔着包不是撞在了屁股上 萧夫人置身室外看得最清楚 见她眼神乱转 言辞闪烁 冷笑道 哼 你这是在哪家小姐的院里 叫假山撞了 莫不是被人打出来的 一句话顿时提醒了三位小姐 以林某人的秉性 能把她打成这样的男子 还没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她不恼不怒 甚好说话 这伤八成就是 因女子而起 难怪呢 大小姐哼了一声 缓缓移开御手 仙儿也偏过头去 不再言语 倒是御霜真的体贴 不受外界影响 小手为她按摩 只是那力道却大了许多 林婉容心里有鬼 打了个嗨嗨 装作没有听到肖夫人的话 握住玉霜的手道 二小姐 怎么这么巧 你和夫人大小姐她们 都在这里做什么呀 肖玉霜待她最为直爽 点头正色道 我们家最近形势不顺 姐姐被困 直到昨日方才归来 娘亲今日 却庙里求了一个破解之法 大师傅嘱托我们 在家里乾坤方位 挂上十八盏大灯笼 镇住邪气 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正在挂灯笼呢 娘亲最虔诚 太过于专注 便被你撞上了 林婉容这才看到 小夫人立身处搭起了木架 挂上了彩条 十八盏鲜艳的灯笼 已经挂上 尚未点燃 正在微风中轻轻摇晃 甚是好看 林婉容看了秦仙儿一眼 这几日经中情势紧张 她还嘱托过诸人 尽量不要外出 怎么今日夫人就出去求签了 要是途中出了事 这可怎么得了啊 仙儿知她意思 不自觉地低下头去委屈道 相公 我劝过夫人了 叫她过了这几日再去 只是她爱女心切 一心要为萧家消灾解难 片刻都等不及 我也劝不住 那时又寻不着你 只得依了她去 我就一直护卫在他们身边 萧夫人的脾气 比大小姐更惧 林婉容是亲身领教过的 这事也怪不得仙儿 林婉容拉住她手 笑道 傻丫头 我哪里怪你了 你是我老婆 有什么事 我都一力为你担着 仙儿甜甜一笑 抱紧了她的胳膊 大小姐见她二人甜蜜 情不自禁 恩了一身 也不与林三儿闹别扭了 开口情道 这灯笼还未点燃 依着规矩 应是我萧家 成年男子点灯才是 不过我们萧家无难 我知道我知道 林婉容抢着笑道 一个女婿半个儿 我来点就是了 大小姐翘脸熏红 称道 美的你啊 娘亲是长辈 你虽算是我萧家的半男 却不能算是完整 这灯笼啊 便应该由你与娘亲 一起点亮才是 好像有点道理 林婉容哈哈笑了一声 萧夫人望了望她 微微点头 二小姐早已吩咐 还儿取来火烛 这十八盏灯笼 便由一个引线串在一起 点燃甚是简单 秦仙儿与萧姐姐妹二人 退得稍远 林婉容与夫人 一起握住那火炬 许事离得近了 夫人脸色有几分烟红 胶岩上的灼灼热气 连林婉容都能感觉到 二人点燃火线 过不了片刻 十八盏灯笼 便一盏接着一盏点亮 点点灯光 自皮质中透出 甚是温馨 萧夫人沐浴在暗黄的灯色中 一袭洁白的衫裙 紧紧包裹着曼妙美好的身材 秀美的脸颊闪烁着淡淡柔光 洁白景象泛起美丽的红韵 丰满的苏兄时起时伏 衣里隐隐露出的肌肤 仿佛象牙一般 纯洁无瑕 她气质高贵宛如神女 似有股不容亵渎的味道 玉霜清纯 夫人成熟 仙儿娇媚 大小姐冷艳 四个女子站在满地的大红灯笼中 各具风情 看得林婉容眼花缭乱 不知身在何处 萧夫人弯腰放下火炬 美妙成熟的身材 划出一道曼妙的波拉 林婉容便站在她身边 看得一阵暮眩 夫人似有感知一般 景象红得通透 急忙力气身来 二小姐手指着灯笼哥哥笑道 真好看 像国司的法师可真没骗我们 哪里 你说哪里 林婉容心里一咯噔 她现在可是对像国司过敏 玉霜奄然一笑 像国司啊 还能是哪里 坏人你不知道 那法师可神着呢 不仅能猜出我和姐姐的名字 还能说出娘亲的来历 她刺的这灯笼也不简单 沉着呢 一个能顶上平日里的两个 我们用了两架马车才搬回来 法师说 保证我们点上以后 轰轰火火 比金秋的红叶还要好看 二小姐快乐如黄梨 林婉容听得大惊 再也顾不得其他 双手一抱 顿时搂住了旁边萧夫人的身体 林婉 你做什么 萧家母女一起惊呼起来 萧夫人羞怒交加 一脚正踢在林婉容腿腕上 吃痛之下 林婉容呲红了眼 大叫了一声 夏儿 带两位小姐快走 话音未落 轰隆轰隆 巨响如点燃的爆竹 在耳边接连响起 地动山摇中通红的火光 映透了天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